什么 去皇家围场东烈 入冬以来 皇上一直在宫里操劳国事 想必心情很是烦门 这样下去 恐怕对皇上龙体不利 老臣很是担忧 这几日大学已停 围场的猎物也一定出来觅食了 不如皇上趁此机会带领皇子们 来一场冬炼 一来可以放松心情 二来可以欣赏一下围场的雪景 也不失为一件妙事 丞相说得极是 朕这几日的确有些烦躁 胃口也不好 也是时候该出去散散心了 传旨 让皇子们准备一下 明日一早 随朕去围场狩猎 是 朕黄 朕后 朕回 爹 爹 爹 走吧 参见华大人 你们马上去通报一下 我们有要事 求见皇上 皇上一早带着皇子们 去围场东列了 什么 赶紧进去通报一下 我们要求见太后 是 天儿 你随我面见太后 吴谢 飞扬 你们赶去围场 务必要把皇上拦下来 是 是 走 怎么是我山上去的乌啊 牛 停车 司马丞相 来了 驾 皇上 司马丞相 这好像不是去围场的路啊 皇上 刚刚得到情报 去围场的路 昨晚遭到山体滑坡 路已经断了 老臣知道另外一个 比较毫补猎的地方 只是路途稍微远了一点 另外一个捕猎的地方 皇上 一两个时辰也就到了 起驾 驾 想不到司马光宗 这些年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皇帝和哀家 错信了他了 太后 这些证据 是微臣连夜整理出来的 本想今天一进宫 便向皇上禀明 可没想到 皇上一早去围场了 太后 皇上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宫 皇帝和司马光宗 一起去的围场 不会有什么事吧 司马光宗 启禀太后 花巫蟹跟花飞扬求见 传他们进来 是 参见太后 免礼 谢太后 太后 父亲 我和三弟朝着围场的方向追逐 可是并没有发现皇上的队伍 没有发现皇上的队伍 这 这怎么可能呢 禀太后 皇上确实不在围场 难道司马光宗 提早得到了消息 以围场狩猎的名义 把皇上 骗出宫了 这司马光宗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太后 不要着急 司马光宗要是有不臣之心 就算现在臣去调集军马 去解救皇上 也无济于事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眼下皇帝和皇子们 都随司马光宗出宫去了 这万一 他有什么谋反之心 那怎么办呢 太后 现在最要紧的是 要打听到皇上皇子们的下落 父亲 有没有可能 司马光宗 把皇上和皇子们 诱骗到虎头山上 很有这个可能 很有这个可能 在没有确定皇上安眉之前 不可贸然出兵虎头山 虎头山 那是个什么地方 太后 司马光宗 在虎头山隐藏了一批强大的势力 微臣本来想今日一起禀报皇上 可未曾想到 皇上他出宫去了 华尚书 你赶紧调派禁军 赶去虎头山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把皇帝和皇子们 安全地救回来 太后 父亲 我认为 现在还不适合 派大量的兵力 去救皇上 一来 我们还不确定 皇上是否在虎头山 二来 如果司马光宗 真的把皇上 软禁了起来 我们这样贸然地 派大量的兵力去营救 怕是会打草惊蛇 如果真的 把司马光宗给逼急了 恐怕会 伤害到皇上 和皇子们的性命 此言有离 可是 无论如何 你们都要把他们 安全地救回来 哀家现在 只有靠你们了 臣草离遵旨 殿草离遵旨 四马丞相 这么久都没到 朕已经没兴趣了 朕 现在想回宫了 皇上少挨勿躁 马上就到了 爽 皇上 我们到了 皇山野岭哪儿来的军营 还这么多士兵 司马爱卿 这就是狩猎的地方 皇上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 想必皇上一定累了 请皇上到营帐里休息一下 司马爱卿 朕累了 想回皇宫了 狩猎的事情改日再说吧 皇上 既然到这儿了 何不休息一下再走呢 朕说了 朕要回宫 皇上 臣请皇上屈尊 否则伤到了皇子 老臣可担待不起啊 你 皇上 现在这儿的人 都是我们司马家的 来人 在 带皇上进去休息 是 驾 驾 前面就是虎头山的地界了 爹 我们不能再骑马过去了 如果司马父子 真的把皇上 藏在虎头山当中 我们贸然骑马过去 会打草惊蛇的 嗯 天儿说得对 那是不一时儿 我们徒步过去吧 好 来 来 父王 儿臣要回家 父王 我们害怕 父王 我好害怕 别怕啊 快过来 有父皇在 别怕啊 我 我 皇上 皇上还是吃点东西吧 来呀 再给皇上多上些茶点和水果 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 是 司马光宗 你假借狩猎之名 把朕和皇子们骗来这儿 你想干什么 啊 既然皇上开口问了 老臣也就明人不说暗话 老臣希望 皇上即刻写下 退位善让的诏书 把这江山 交给我司马家 朕真是有眼无助 枉信你们这么多年 怎么就一点没看出你们父子俩 有如此疑心 皇上 所谓使使务者为俊俭 皇上还是不要逼老臣 做出对皇上 对皇子们不利的事啊 朕一向对你们司马家不保 你为什么如此对朕 皇上 即便我们司马家夺得了江山 我们也会保您 太后 还有皇子们一生荣华富贵 您就安安心心做一个太上皇 逍遥自在度过余生 那岂不是快活 好一对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 你们就不怕被世人诟病 你们就不怕被世人诟病 遗臣万年吗 就算你能登基成帝又如何 你拿什么堵住天下百姓的悠悠之口 哼 我是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 那华正昆就是流芳百世的贤良忠臣吗 我和华正昆同朝为官几十载 皇上什么时候一世同仁过 他华家屡屡犯下滔天大罪 可是皇上每次都是轻易放过 如此处事不公 让老臣何以臣服于皇上 你不会得逞他 华爱卿一定会救朕 只要我拿到皇上退位善让的诏书 我司马家得到江山就是名正言顺 我第一个要剿灭的就是他华家 你敢 皇上 老臣给你一天的时间 明天这个时候 如果老臣还拿不到皇上退位善让的诏书 那就别怪老臣不顾我们多年的 君臣之情 走 爹 我带着二弟三弟进山探探虚实 您和肖千义在外面接应我们 好 既然司马光宗胆敢欺骗阮禁皇上 一定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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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